新冠軍 來自李炳宏 另外悅演力張家榮周一強 再加上找到使用手策的Pair 台南郎隊的先發則是有李維哲 另外陳順祥 張柏惟 陳國維 再加上楊獎 就是兩隊的先發球員 Pair 再加給悅演力 悅演力帶一步往後跳出手去 大包聽 陳國維再給陳順祥 陳順祥在外圍出手 有 又是陳順祥 林冠倫 收球 這球正在底下 再做一個假髮 後車不跳的進 打得真好 但多數就是在於 還沒進攻這就失誤 再給陳順祥 陳順祥在底心裡 跳投出手有了 還是靠他 才贏的進攻把握性不勝高 周一翔 跳起來團球 給到你進去找張家柔 所以基本上 我們應該也要選出一個 佩友在哪裡是要雙手 大扣籃 本周最精彩的好球出現了 難得胎倫不在場上 周一翔他來試滅了 因為在進攻上面 實在一直找不到一個 有效的一個得分點 反觀達星這邊 怎麼樣瘋怎麼樣 這時候台穎也換了一個區域的2-3防守 想透過這個防守的辯證 是不是能有效守住一個打型 然後讓他們有效做一個反快動的動作 張柏惟 外線拉高弧度 這次出手 聚勻 台穎最上來囉 這次出手 張柏惟翔 外線出手 歡迎顏色 好球 最後的比賽結果 79比62由台北達星 收下女生的勝利